喝茶是台湾人的共同习惯 在家喝 出外也喝 喝茶诉说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欢迎收看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这一期系列专题的《茶之路》 是在谈喝茶的所在 但是它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副标 从饮茶的影子到品名的名 基本上是在谈台湾的喝茶的进化论 那谈这个台湾的喝茶的进化论之间 有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第一位是我们知名的茶文化的作家 我们的吴德亮 我们先生 德亮先生你好 总编好 大家好 吴德亮 学历 中心大学法律系 经历 作家 诗人 画家 媒体人 近年致力茶文化研究 往返两岸积极推动茶文化 著有数十本茶相关著作 那另外也是我们这篇的传述 我们这篇的作者 那我们的美玲 美玲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潘美玲 经典杂志文稿召集人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曾获2012年佛伦社公益新闻金轮奖 2013年金灵奖最佳专题报导奖 2013年消费者权益报导奖 杂志类专题报导奖 来自喝杯茶 在台湾是跟贾爸威一样亲切的问候语 也看得出喝茶之于台湾人 就跟吃饭同等地位 80年代开始 台湾经济蓬勃发展 泡沫红茶 茶艺馆等新兴茶文化 开始进入庶民生活 喝茶成为流行文化与社交的重要行为 更重要的是 茶开始成为主流饮料 数十年过去 茶的流行不但没有退烧 还发展出更多样的喝茶文化 口味 茶种与泡茶技术的重视 茶品牌 茶馆空间的品味特质 都成为现代人追求的目标 喝茶早已是生活里的时尚 美丽 实际上在谈我们一系列 做这么多的茶的一个介绍 这次你谈喝茶的所在背后影响的是在 它的一个喝茶的地方改变了 喝茶的人也改变了 所以从饮到名的一个台湾茶世代 对我们来讲这样的观察 它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 也是讲跟观众朋友讲的是不是 好 其实就是采访了这么多茶之后 突然间觉得就是茶 我们跑了很多的茶山 那是在生产的那边 然后再回到就是消费端这个部分 然后也在茶农的采访方面 就是因为去采访了嘉义泰和村 一个简佳文 那他的喝茶的生活 他种茶的态度 让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就更深入地去了解 他整个泰和村 他们对于喝茶还有种茶的 这个一个状况 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来延伸到 后来这篇文章再写 就是写 好 那我们从1980年代开始 开始有所谓的茶艺馆的黄金时代 那到现在大家喝茶 你会发现就是 喝茶的人很多了 那喝茶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 然后我们再回归到 最早最早喝茶的时候 可能是喝不上这个昂贵的茶 可是到现在 就是茶艺又非常的昂贵 那这个部分就是很耐人寻味 所以就继续探讨下去 对 所以实际上它本身 从早期的祖先 长三官来带来的茶素 它基本上只是为了成粮 解渴之用的 那这个百年来的演化 茶就变成台湾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国饮 那当然数据上的讲述 我们台湾一年平均 每个人喝掉1.87公斤的茶 稍稍逊于英国的1.9公斤 那所以这个数字来讲是惊人的 但是这个中间每年也谈到 实际上从早期这样子的 只是解渴的一个方式 到现在动辄有一斤数万块的 数十万的一个茶 在那边喝 但是茶的茶叶还是茶叶 但是大家喝茶的心态有改变 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讲说 德亮先生应该过去在 经营在茶的一个文化里面 数十年估计我们那是蛮久的 但是所以你可以简单来讲一下 刚刚就我们这个主题来讲的时候 你自己的观察呢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 喝茶这种事情呢 最早人类茶是哪来吃的 所以我们说吃茶 吃茶 对 真的是吃茶 对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客家的雷茶一样 它是要摻什么米 玄米 我把它弄碎 花生啊 一直到了唐朝的路语 它把它分开了提倡纯吃茶 茶开始有了文化 是 那么这个文化就非常重要了 开始讲究喝茶的礼仪 品名的态度 以及对这个茶 它后面所发生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常常听 这个台湾的某大财团 某大这个茶叶集团的总裁说 他说我卖你一百块的茶 其中有七十块是文化 三十块才是茶 那么大陆讲得更直接 他说茶文化是什么 他说文化搭台 经贸唱戏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这样喝茶 慢慢地这样喝茶来 其实茶的本身并没有改变 但是茶的价格却越来越贵 是 它的多多少少好 就在于这个品名 这个文化的这个部分 是 我想说美龄形象在写这一篇 也是对很多高价茶 另外一种的反讽 所以你故意开始来用的一个 是像阿里山的太和春 这样的情况 喝茶喝到自在 而不是为了特别 为喝茶而喝茶 从这个角度上 也是另外一种茶 文化的一个 深刻的内省 跟反思出来的一个表现 你跟观众朋友谈 你刚才刚才谈了一个 太和春的一个现状 对 我觉得喝茶在他们那边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进入生活里面的 那大家喝茶就是交个朋友 然后交心什么的 然后他们其实也把陶意融入在 这个喝茶这个部分 他们就自己去烧陶 而且它是男女老少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是会就是说 因为在阿里山有采访到 南道跟北道 那北道我感觉上就是觉得 他们茶的确是进入生活 是一个生活茶 那在南道的话 我觉得它是比较 金茂茶 对 是金茂茶 因为太多的路客 到那边都去买茶 那以前文章也写过 在中普交流到那边 有很多人去买阿里山茶 可是事实上买的是高价茶 可是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阿里山茶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 也就是实际上 这也是我觉得 它本身这个茶的一个见证的 台湾从过去的农业时代 进入到一个工业时代 但是在过去大家 如果只为了满足在那个 口的味道之间的一个刺激 它实际上那一下就没了 但是后来把它养成 在开始大家反省之后 它变成这种生活态度 所以这个生活态度之间的 重新来拿捏 重新来孕育 这是需要点时间 给点一天生活上的智慧 是不是 是 其实我们看看台湾 我们的文化 从这十几年 几十年来不断地提升 多多少少饮茶的态度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慢慢地我们懂得去欣赏茶壶 懂得用很优雅的态度 去泡茶的时候 不知不觉人就变得很优雅 那么再粗鲁的人 我们常常看到 这个某些电视剧里面的李长博 是 他们虽然很粗鲁 可是泡起茶来 还是非常地优雅自在 是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 这也是美临在里面的文章里面 所谈的 当然中间有很多 我们认识的朋友们 不要说包括开那个 翘的那个茶沙龙的那小孩 小女生 从小看她长大 但是她开始觉得说 实际上 在当我们到了一定的 物质的环境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茶 当成像法国人 在品酒一个方式的时候 胃肠不可以 当然这胃肠不可以 它更有的好处 它更不会喝醉等等 不会衍生后面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思维 还有包括进到的 新的茶馆里面 人家问你说 你要喝什么味道的茶 带什么味道的一个茶叶 这些都是过去的一个 经验上所没有的 但是也是大家在 现代的一个商业社会里面 截取了各国各种行业里面的 好的方式 把它注到一个茶 新的一个茶艺馆的 一个代表形状 对不对 对 像那个我们采访的 那个Ciao Tea Salon 那个陈维巧小姐 她就是从接触茶里面 我相信她有很大的一个成长 然后其实她那时候 受访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 她说她觉得很可惜 就是很多外国人 对于台湾茶很感兴趣 可是台湾人 特别是年轻人 她不知道怎么去介绍 那这真的非常可惜 因为法国人 或者是我们说欧洲人 他们对于品酒 他们认同它是一个 很有文化的东西 那为什么台湾不能把茶这件事情 做很清楚的一个解释 文化的 不管是文化的脉络 或者是说品茶的一些 小的知识跟学问 实际上有时候 我们在讲说 像米娜们最强调那种香水 分了这么多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味道 那是让大家旁边 闻起来大家舒服 但是像喝茶本身是 让你自己愉悦的 所以这种的一个 在探索你自己的感官上面的 一个极致的一个行为上 理论上它应该在 现代化的社会里面 可以给它一个分级的 所以往这方面的走 是一个茶艺的 一个极致的表现吗 我们想问一下 是 其实我常常在想 我们中国人 喝茶喝了四千多年 是 这英国人不过喝了四百多年 是 可是英国对这个文化 茶文化的 这是推到极致 是 我们常常说 年轻人不爱喝茶 因为它很麻烦 是 其实正式的英国茶 英国的下午茶 也很麻烦 对 它弄一个塔 里面装满各式的甜点 然后这个茶跟咖啡 一样的精致 是 最重要的 英国很早 它就把茶的香 分成各种的香 是 例如说我们台湾的红玉 是 台湾18号 它就把它定位为薄荷香 是 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 奇门红茶 它因为它没有办法 说出它的香味 所以它就定位奇门香 是 它已经早就把这个香气 给分得很清楚 是 可是反观我们台湾 我们却从来没有做过 我们只有清香 对 反而是有一些老一辈的人 喝茶的时候 他说 这个茶有西瓜皮的味道 或者喝这个茶的时候 这个有豆浆味 这个都是不对的 是 那我干脆请你吃西瓜皮好了 是 干脆请你喝豆浆 是 我不用请你喝茶了 是 是这样的 是 也就是说在这种 我们没有像他们过去的贵族习气商里面 把这些做了很多的一个分类 这在行销上的操作手法就会变得很多 那从一个低价茶就可以变成 一月龙门 可以变得很高价的一个茶 是 毕竟台湾的一个过去 我们没有所谓真正的贵族阶段 所以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就在看着茶叶的一个新盛 新的茶行的出现 就开始在往这方面再发展了 对不对 我想美 您这样的趋势应该是很明显的 对 然后其实茶就会变成是有传统跟现代 然后其实我们讲一个茶世代 就是说传统茶 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老人茶 最早我们认识就是在潮汕那边的老人茶 什么韩信典兵什么 那所以现在年轻人对于茶 台湾茶 有的时候他的印象就是这种传统茶 就是很啰嗦很麻烦 而且就是很没有心意 那我们去就是接触一些新的 新的一个喝茶的方式的时候 发现很多年轻人他喜欢喝茶 然后他也开始想要去了解台湾茶 然后台湾茶不再像以前一样 是一座大山在前头 他觉得前面有很多的一个屏障 除了知识的屏障还有经济 因为我们知道要喝茶 可能你要买茶具 茶叶 然后等一下去学怎么泡茶 那我们接触到有一些年轻人 他希望把这些屏障给打散 然后让年轻人去接触 怎么样去喝茶 我觉得这非常好 我听懂大概就是他们年轻人的习惯 就好像喝咖啡从哥伦比亚开始喝 或是巴西或是哪些阑珊这样分起来 茶叶如果也是这样分的时候 那里面这样更容易让人家接进去 而不是一定开始这么多的规矩 我们喝咖啡可以拿个马克杯 就什么都装进去了 不见得要拿到一个老人藏在茶杯 这样来做它 实际上这个过去是一种 闲情易志的情况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不见得大家如此 但是我同样可以喝出不同的味道的茶 我不见得认为我的阿里山茶 一定要装在那个小小的茶杯里面 我也可以用在马克杯里面 所以类似这样的思维点 是让这些茶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生活习性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不少的 间的类似这样的店开始在酝酿 在慢慢地雨后春笋搬得出来 对 像我后来就是接触叫金顺宇 他们在六年前就开始盖 就开始成立这个新的茶店 然后他们其实老板 其实刚开始是很有野心 想要做茶的星巴克 你想想看 把星巴克 人家一听到星巴克就知道是咖啡 那他想要做茶的星巴克 他是希望每个人都忍熟一杯 可以一起去欣赏跟品味这个台湾茶 但是做得非常辛苦 一方面是价格跟价值中间的拉扯 一方面就是这个习惯 饮茶这样的饮茶习惯还没开始 然后还有博尔糖 他们刚开始是在做陶艺的 然后现在就是投身在做喝 比如说用马克杯 简单地喝茶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方式 就是在一个演化 就像总编刚才说的 演化的过程 怎么样去把它喝 喝到又好喝 然后又容易清净 并不是那么难 实际上台湾在这几年的一个发展 在一个茶文化的养成 吸引了对方对岸 大家来这边求财 大家来这边跟着上课 甚至有很多的讲师们 跑到对岸去推广茶文化 那对过去几十年来 在这一块上面已经被断掉了 有关茶文化的传统的一个 中国大陆的那些有钱有闲知识 学茶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 时尚的一个活动了 我想德亮老师对这一块 已经观察很多 对 我常常去大陆 就会发现大陆满街都是 台湾的茶艺老师 那么台湾的茶艺老师去 可以收到很多的学生 不仅如此 他的学费可以非常高 有人可以高达一期 十万块的人民币 那么所以因此大家趋之若鹜 其实大陆这几年经济发展得太快 所以他们的不管是茶器 或者是茶叶 那个价格都高得离谱 你说我们刚刚总编谈到说 台湾的茶叶有得很贵 所以一斤要一万多块 在大陆一斤三万五万人民币的 那离不见识 因此就更吸引很多人 去学这个茶了 所以大陆和台湾又有两很大的不同 就是台湾会学茶的 多半是有钱 有闲 所以因此他们都是退休的人员 所以三个加起来会超过两百岁 可是大陆因为大陆它 如果它可以上岗的 你如果学了茶 你可以有国家正式发给你证照 然后你可以去担任这个茶艺馆的 什么讲茶师或者是领班 或者经理 它必须要有证照的 所以在大陆你会发现 那些茶艺师大部分是年轻貌美 而且各个身具茶艺 会谈古增 会谈琵琶 会谈古琴 各种都有 所以这很大的差异 听懂 一个是台湾是一个移情养性 对他们来讲是生活之道 没有错 就是生命的 就是维持生命来源的 真的是工作一之一 他们那篇也是有属于就是说 觉得这个 经营在茶文化里面 它有一个类似是个 古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遗运 我们要来学它的 这一块的人也大概有人在 我也接触过吧 就是说 其实我个人觉得 茶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那我们知道明太祖的第几个儿子 他因为为了怕这个 被明成祖给追杀 因此他开始就每天不误正事 每天在那边泡茶 还发明了 就是创造了喝茶的时候 要点香这一道 然后流传到现在 那么大陆现在也是 他们泡茶的时候 绝对不会漏了茶花 不会漏了这个点香 然后旁边有人弹古琴 非常盛大的 像这样的茶会 甚至于我们知道 这个大陆作家 以前三零年代的作家老舍 他写过一本茶馆 那么北京就出现了一家 整个1988年 就把它复兴 就把它成立一个茶馆 里面就把老舍 所有形容的庶民文化 全部弄上去 它在外面有一个大碗茶 两分钱就可以喝得到 平民的茶 然后再进去 有可以看皮影系的 稍微贵一点的中阶茶 再上去可以看精细的 大型场面的 比较贵的茶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有一些大型的连锁 连锁的茶艺馆 他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事 例如说 他门外可以卖这个饮料 手摇杯的茶 但是里面 他一样布置成很漂亮的茶馆 他说这些年轻人 迟早会走进来 其实像我这样 像美宁在写的这些东西上 他总是 至少站在经典茶 这个立场上 他是觉得在一个 茶文化的一个培养 跟茶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台湾很特别的一个特色 所以对这个 茶文化的一个传承 某方面的传承上面 跟大家的一个经营模式上 总是有一些创新 或有一些 层次把它维持下来的 所以对这一块刚刚谈到的 一个茶文化的外销 就是比方到 横移到对岸去的时候 你所碰到这些茶的达人们 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像我也有去访 那个何健 何老师 那何老师是乐观其成 对于就是台湾的茶艺老师 在对岸受到重视 这件事情非常好 然后可是他也有 也提到一些台湾茶艺界的 一些隐忧 就是如果我们一直都觉得 台湾的茶艺是最好最好的 然后没有再继续往前的话 其实那很危险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1967年的时候 文化革命嘛 十年之后 就是他们的 文化有受到一些破坏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他们大陆是没有什么文化的 台湾的茶艺文化 比较厉害什么的 可是人家80 70年代的 那个年轻人都出来了 他们极其直追 追赶的速度非常地快 再加上经济崛起 所以这对他们来说 非常容易去达到 如果他们愿意努力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台湾 必须要有点警醒 就是自己要更加努力 是 文庄里面谈到过去 台湾的一个 在那个什么路边 都可以看到一个凤茶 那我们看这个 在这个三四十年来的演变 凤茶反而少了 还有特别地方 可能爬山地方 你才看到自己的原因 去做个凤茶 但是街头巷尾的卖手摇杯的 茶艺馆的茶 很多了 那这个抹发面 茶从过去的 放在路边免费 到现在是一个 进入高价的行业之间 实际上也不能不说 台湾这块茶 就我们联想量不多 但是我们发展得很精致了 是不是 对 它现在非常精致 然后凤茶 其实后来我们会把它 拿来做结尾 是因为我们觉得 茶最早是解渴的 是最基本的 那凤茶它最可贵的就是 凤茶的那颗心 那其实以前凤茶是所谓的 就是人民的还愿 为什么还愿 就是如果茶区庙里面去求 然后他们有钱去 就是仇神的话 他用凤茶这个方式来还愿 然后所以我觉得 喝茶最重要就是那颗心 所以我才会写茶的所在 就是心的所在 也许我们的发展 因为茶本身带有 它特殊的一个味道 它本身有一个 解渴的一个功能 但是背后我们用在 人文的底蕴上面 让它复产出很多的 一个人文行为起来 那某方面都是一件 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你在这个 喝茶的过程之间 朋友的交心 艺术品的欣赏 或是很多事情的谈起来 它理论上是比我们在 大鱼大肉 或是在喝酒狂饮之间 是另外一种 不同的层次的一个思维一点 所以谈饮到名 对茶文化的一个起源 到它现在的一个发扬 我觉得是很多事情上 值得我们来思维 那文章里面还用到很多 还回到它的自然 那太和春里面的小孩 自己是茶在台湾的人民之间 大家所做的探索的 一些很多的一个尝试 我想以台湾来讲的话 茶当成我们的国饮 再自然也不为过了 只是我们也认真希望 这个茶文化 也可以在台湾 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内运 让它培养 让它发展光大 我们谢谢我们的德亮老师 谢谢我们的美玲 欢迎下周一天 去收看我们的 经典杂志六月号封面故事 还原台湾山海全途 台湾山海全途 可作为十九世纪 台湾的地理史料参考 更是珍贵的古地图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